天女召回超难到底能不能玩呢 这是我评论区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 今天我们用一场挂联赛 带大家看看这个流派他到底能不能玩 只剩下对面的11号和13号了 那我肯定优先选的是对面的11号 先看他的阵型 这是一个双隐身塔的阵型啊 天女召回的意思就是说啊 让女王把这一边给他清掉 然后开个城墙是吧 把部队放在这儿 然后把女王一起放下来 然后啊 把这个大本给激活啊 因为的话是双隐身塔 所以说的话 我肯定考虑是用滚木车 那滚木车的话 那就从这个位置一起放过来 右边方向的话 用个天勇是吧 放两个天使啊 把这个边给他断上 毕竟这里的话就一个箭塔加一个排空炮啊 一个友王应该是能轻轻松松的把这边点掉啊 呃 那咱们的思路没有问题啊 来咱们直接发进贯啊 感觉跟我的天勇点的好像没什么区别啊 上面的话放两个天使啊 下面的话带三个天使啊 没什么区别啊 感觉啊 感觉有点多持一局啊 我点替泳的话非常的稳定啊 但是的话 你这样打的话 你看他就有点不稳定啊 还得给拼狂暴 你说这个不是多持一局吗 好像看起来会比较帅一点 其实啊啥也不是啊 兄弟们 呃 把这个多重建塔给他打掉就行了 我的要求特别的简单啊 这边的话交进了就交进了没关系啊 只要把这个边断好了就行了啊 ok 来这里会召回了 永王的话把这个点掉之后啊 咱们这边的话把女王放出来 然后啊 是吧 石头人啊跟蓝胖啊 是吧啊 要跟上滚木车啊 这有什么区别呢 和我天拥点的感觉啊 有点大相径庭啊 给一个操杂开启前面的城墙啊 而且还掰给一个那个药水 呃 就挺多余的啊 呃 这个蓝胖肯定往前面走了是吧 咱们这个时候补上狂暴 对吧 冰冻的话肯定得冰一下对面了 这里伤害是挺高的 压力比较大 差不多了 咱们就给上金色啊 保住我们失血的女王来 开启金色 这一路往前面走的话 补上狂暴啊 弹跳的话 呃 想一下啊 这蓝胖应该会 呃 这个确实是往这边走啊 没有用那个召回的话 这里肯定是有瓶狂暴的 这里直接开进的了 不多说了 弹跳放正中间啊 接下来的话 这个蛮王从下面收过去 哎呀 右边方向怎么收一个论图 你说 感觉吧 也就这样子吧 兄弟们 毕竟的话怎么天天打操冷 天女召回操冷 也顶多打一打联赛 打打不落在了 你要是真平常能打的话 那真不行啊 兄弟们这里冰冻冰一下 女王的话没技能了 然后上面收一收尾 就是感觉特别多余 好吧 大家也不要问这个什么天女召回操蓝能不能玩了 能玩啊 打打不落战 呃 打打这个联赛啊 还是能玩一玩的 你要说打传奇杯的话啊 那我劝你还是算了啊 来怎么甩个技呢 这一把也是非常轻松的 拿着游戏三星啊 和我天勇古墓车断变啊 没什么区别 感觉又少了瓶狂宝啊 嗯 那我的小星啊 记得点个赞 咱们明天见啊 拜拜